英特尔公然销商后后暴露了中国科技一个短板 近日英特尔官网发布的一则公告引起了一阵热议 在这条公告中英特尔公然以所谓强迫劳动的理由 要求所有的供应商不能使用任何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劳工 采购产品或服务 对此很多人表示诧异 作为一家主要营收都来自中国市场的外企 英特尔凭什么敢吃饭砸锅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一来他本身对新疆产品的需求量就极少 二来虽说中国市场是他最大的一世父母 但他的CPU产品是中国市场的一种硬需求 换句话来说就是 在商品工业方面他是主动方 而中国市场则是被动方 正于如此 英特尔才会跟其他外企不同 像一些餐饮巨头 汽车厂商 以及机械设备制造商 都不敢站在中国市场的队里面 而英特尔却敢充当嘴炮 这件事情也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 只有你在某个领域拥有自主自立的能力 别人才会对你有所忌惮 当然面对英特尔这样的做法 我们也无需过度分开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 陈夏兴来攻克技术难关 事实上 我们的中国企业早已开始了未雨绸缪 自西方加大芯片技术阻碍以来 中国聚焦半导体领域的企业就在逐渐增多 截至目前 中国从事半导体行业的企业 已经破获了上千家 给予对手最痛的打击 从来都不是口实之争 而是从实际行动出发 只要我们击穿这个技术壁垒 到那个时候 英特尔自然跟如今的澳大利亚一样 只能打破牙 往自己肚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